每年三、四月 内地大学生都祈求找一份好工 今天要去拜文昌星 保佑两块主要的业务 一个是跟事业相关 一个是跟学业相关 投了之后就没有人找我 就是没有人 基本上都说不合适 不过高校毕业生一年多过一年 今年又有超过一千一百万人毕业 现实是有一成半的大学生 刚刚踏出校园就会失业 年轻人就业往往是看社会经济是否良心 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指标 欢迎收看新闻透视 在内地每年的三月和四月 都是人才招聘的高峰期 俗称金三、银四 这段时间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都很宝贵 如果想找到心仪的第一份工 这几个月就要特别努力 不过近年内地青年失业率高企 他们要找工作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这日为职商毕业的学生搞招聘会 校区距离市区过几宗车程 但都吸引了不少学生 长江三小桌都在这里 好多公司 然后职业面也比较广 地区也比较广泛 所以我就过来一下 公众号推送推给我的 然后家里人有在关注 然后我就来看一看 主办单位说 有超过一千二百间企业 参加今次的招聘会 预计会请二万四千人 不过这帮大学生仍然很担心 然后一些企业 或者说对学历都有很高要求 觉得还是要努力 现在大学真的很多 公司就那几百家 学校是成千上万的 现在的工作 跟自己专业相关的非常少 马上六月份就要毕业了 你参加这个春招 肯定是为自己后续毕业 进行一个准备 他讲的春招 即是企业针对应届高校 毕业生的校园招聘活动 以今年毕业生为例 他们通常由去年九月开始 参加企业的抽招 或者考公务员和研究生考试 如果全部都没有着落 今年的春招 就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 参加大型校园招聘的机会 25岁的黄多燕是上海大学电影学院的研究生 今年毕业的他 每天起床之后第一件事 就是去到各大招聘网站递简历 他一心想投身互联网行业 现在也是一间电商平台公司实习 虽然还未是正式员工 不过他已经机不离手 有一些市场会进来的消息 就要随时回复 因为互联网就这样 就是24小时的去盯着他去看一些消息 每天他要联络至少一千个KOL 邀请他们带货等等 黄多燕说 这份工不需要时时坐在公司 他可以一路做事,一路找工 比如说你想留在互联网大厂 就是必须要有两段或者三段 或者更长时间的互联网大厂实习经验 不然他根本没有面试的机会 我记得去面某一个互联网的时候 我那次有九个人面试 三个人来 他说我来自北京大学 我就很死狂 他由二月开始递了三百多份简历 三月底陆续收到见公通知 我们拍摄当天 他就有三场面试 这是本周的第一实机场 却比较麻木 然后已经被滚刮烂熟了 之前有媒师刚刚问我 是不是你在家有准备好你的口稿之类的 我说没有 就是完全因为已经面道很熟练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预计 内地高校毕业生 将会达到一千一百七十九万人 而在二千年的时候 相关人数都不够一百万 即是说二十四年间 高校毕业生增加了大概十倍 三场面试结束 黄当言终于可以投入一下 他说见公很顺利 更加收到其他提供 但他始终不放心 内地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 去年一月开始持续上升 六月达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三 是2018年有相关统计二龄的新高 同年八月 国家统计局宣布 暂停发布这项数据 直到今年的一月 内地政府调整统计方法之后 才重新公布 新的计算方法 不再包括16至24岁的在校学生 数据都有所回落 去到今年的二月 内地青年失业率 是百分之十五点三 陈业专为应届毕业生 提供找工咨询服务 平时都会拍短片 教年轻人如何找工 我们今天主题主要是来讲 大学生在社会上如何去积累自己的关系 和积累自己的人脉 他留意到由于应届毕业生越来越多 学历也都普遍提升 他们要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 以前没有这么多的应届毕业生去面的话 那么他就会觉得我可能要一个普通的本科 或者说二本三本就足够了 那些相对比较高的这个学历的人 他不会投到这些公司去 但是由于现在他找工作也很难 所以他就会投到就野海投 投到非常多的别的公司去 那么原本不会被清华北大或者被9821 看得上的一些公司呢 他也有机会面到这些学生 他就会发现他们更符合公司的要求 找工作难 不是个人都有动力向前冲 杨奇缘Iris一年前来香港 读创医写作石士 这天他和朋友来到西九 在艺术装置展览打卡 你好 因为我们除了上课时间之外 基本上都会约着一块出来逛一逛 我本身是家乡也是靠海的城市 然后来这边看到海就有点私乡的那种感觉 虽然挂着家人 不过每次父母提起找工 Iris就立刻没了心机 大学毕业之后 他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全力投考教师等等有编制的工 不过每次都失败 找不到工 他唯有重头校园 申请来香港读石士 不过今年毕业之后 他又要再面对就业压力 我妈妈经常会试探我 她又看到谁家的什么什么编制 又是别人一定要找一个带编制的 就是择偶标准都是要带编制 就这一类的话题 然后我就会在当下那一刻 整个情绪就会突然一下子 就会变得很愤怒 我们拼尽全力地去准备每一场 你们口中试试看的考试 如果遍体鳞伤的一次又一次地回来 我实在不知道 那我一次又一次地奋斗的意义是什么 近年不少内地年轻人形容自己不想再努力 只是想躺平 被外界批评太过消极 不过Iris觉得她只是想吐下气 可是躺平本身有什么错呢 我们又没有躺在别人的家里 我躺在我自己的家里 我又没有去骚扰别人 我一切的后果都有个人承担 可能我父母会觉得 家里人不可能养你一辈子 你啃老也不能理所应当地啃一辈子 但是我就是想现在这个阶段 我想再休息一下 这种生存压力下 我真的奋斗不起来了 在上海读研究生的黄多燕 最近努力在找工作 但靠自己的努力也未够 这日他决定来求个心安 今天要去拜本汤星 这是我们的比较传统的喜索 保佑两块主要的业务 一个是跟事业相关 一个是跟学业相关 他已经得到公司的办法 不过也想有双重保险 为了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黄多燕由去年的秋天 准备到今年的春天 他说目前的就业环境之下 能够找到工作已经很幸运了 很多人在怀疑自己会不会成为这个时代的游民 或者是弃婴呢 然后我可能觉得说 在如今的北上广来讲 这种情况 或者这样的担忧会更多一些 我也会变成北上广的弃婴 不公平 其实说实话会有感觉 但是其实仔细想想 不公平有什么用的 我只能慢慢向前走 不然又被这个时代抛弃掉了 回头看回这段时间 他说有过焦虑和自我怀疑 去到现在已经接受现实 我觉得现在我的状态是 我没有办法去感受好生活 就是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 似乎与我无关 我蛮脱离的 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要不就是在学习生活当中度过 要不就是在工作当中去度过 我没有办法去感受一下我的生活 找工作这么长时间 最后拿到了比如说 理想心思状态下的一个工作 那又能怎么样呢 为什么这帮年轻人这么难找工作呢 我们下节再看 过去内地港道大学毕业生 会觉得他们前途光明 由校园走入社会有很多选择 不过现在很多年轻人就说 担心毕业就是失业 不过近年内地出生率下降 小史化和老龄化的冲击 令到劳动力出现短缺 为何应隔毕业生还会找不到工作呢 每年春节之后 内地企业就开始进行大规模 校园招并活动 即是春招 对于高校应隔毕业生 这几个月的努力 可能决定他们人生的新起点 在上海读大学的Rima 今年6月本科毕业 他和一群同学近期最关心的就是春招 其实校园的正常流程是 你的面试、比试什么的 都综合在他们的名单里面 以后就直接签三方了 Rima读汉语国际教育 他原本有份实习 可以直接转为正职员工 不过做了三个月 公司突然要他由新媒体运营 改做销售 他决定找其他机会 当时投了之后就没有人找我 就是没有人 基本上都说不合适 可能我把找工作想得比较简单 因为很多老师 包括很多机构里的人 他都会告诉你说 大家基本上到最后都是前四年单 但是其实 这好像是一个伪造的数据 根据内地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 城市青年就业 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行业 教育就排第四 教育培训 都一度是 吸纳毕业生最多的行业之一 不过童年 当局整顿校外教培机构 相关的职位也大幅减少 而Rima就读的专业 其中一个就业出路 正正是教培行业 其实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还是买回希望的 因为我听说教宾行业 还是挺赚钱的 看到一些变动的时候 你自己心里当然什么感觉 我当时想不可能吧 我觉得需求还是在的 当时想不可能 后面确实有一些新闻说 查得很严重 都跟那个什么黄独独 位列同等重要的位置 去查这个事情 明面上肯定是 就是很多人还是失业了 同样见证行业变动的还有Frank 这天他跟朋友聚会 说起现在毕业生的情况 他都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投减职的时候 我投十个公司 我可以面六个 他们是投七百个 是面了五十个 三年前他见互联网行业程识员的时候 还是公寻人 很多公司欠着被提供 不过轮到下届学生 就变成人寻工 我赶在一个最后的红利 我实际上找工作的时候 就非常难 因为选择的余力也很少 基本上你已经没有什么 议价的能力了 他们找工作的时候 已经属于疫情之后 大家都明显感觉到 经济已经很疲软了 找工作 很多公司招人变得少 做职业导师的陈叶华 为了一份高薪的工 很多学生报读计算机 金融等等的专业 不过随着经济下行 这些行业的用人需求也减少 不管是金融还是互联网来讲 它都受制于整个行业的发展 包括整个大环境的发展 整个市场环境也不是非常好 企业可能生存也比较是问题的时候 那么这个岗位就会极度的萎缩 然后要求也会变得很高 但这些反馈是不可能影响到 就是说学校里面 但等到它独出来的时候 跟它当年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的 整个环境 其实已经天翻地覆了 香港人黄有权在上海开公司 提供人工智能客服等等的外货服务 他说对比往年 今年他们公司请的应隔毕业生 少了大概一成半 因为简单的工作 以前可能可以新人请进来 然后经过一些培训 他就可以做到 但现在如果有好的机器人 其实他在这方面 已经可以大量取代了 一些很新的很年纪的人 反而是中高端的 即是他需要能够回答到 比较复杂的问题 又或者他在处理客户 投诉 更有经验的那些 始终需要一些人去做 不单止他的公司是这样 黄有权说 部分企业甚至将招聘计划 推迟半年 去到下半年再请新人 因为要请应隔毕业生 人的成本都不少 大学毕业出来的 可能要六至九个月才慢慢看到 他有一个比较理想的产出 如果你看到未来的业务前景 是很好的时候 你都愿意去做这个投资 因为你给了六至九个月的 一个低产出的培养之后 他就可能跟着未来两三年 都可以有比较好的产出 但是现在很多时候 看不清市场环境 究竟未来两三年会是怎样 2022年上海实施 大规模疫情风控 经济一度停滞 上海市政府说 去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比较前年增长百分之五 经济已经逐步恢复 那个黄有权就认为 企业就未必那么乐观 你说是否好了 是稳定了慢慢向好 但是那个速度和幅度 亦都没有预期中那么顺盲 所以我看到有些企业 做中长期的投资会看得起来 如果你是买仪器设备那些 一筆过买了 但如果你说做人员编制的扩张 每月会发生的 工资这件事 那就是一个固定成本的增加 根据内地政府估算 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百分之一 可以增加大概190万的就业人口 有学者就认为 今年内地经济增速放缓 加上产业转型升级 导致结构性失业 传统产业的这个市场 在逐渐的饱和 另一方面 其实这个中国国家和社会 整个都在推动 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产业 智能汽车产业 这种新制生产力 这方面的一个发展 但是一个真正突破性的 颠覆所有产业 且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的 这样的一个新技术 似乎还并没有完全的产生 所以它可能不会再像 过去几年那样 进行一个非常贸然的扩张 过去内地都出现过失业潮 70年代尾 大概1500万下乡之称 翻发城市 引发失业的高峰 去到1998年 国企改革又引发下江潮 两次危机的解决方法 都是透过发展民营企业 增加大量就业职位 突出就业优先导向 加大出就业装向政策力度 预计今年高校毕业生 超过1170万人 要强化促进青年就业政策拒作 生育养育 今年3月 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重点促进青年就业 简文娟认为要解决问题 政府要继续支持民营企业 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中小微企业 它吸纳了80%以上的就业 可能很多这个政策制定者的眼光 会放在比较规模以上的企业 国有企业 这些大的企业 但是其实更多的 更具有就业吸纳能力的 恰恰是那些我们可能忽略的 大量的 散在的 就像海绵一样 可以吸收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水分 能量的 这样的一些中小微企业 它虽然很不起眼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 在产业链里面 占比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它说年轻人能不能够找到工 不止关乎他们个人 也都关乎社会未来 年轻人就业 它往往是一个 看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是否良好 或者说是这个经济是否良性运行的 这样的一个指标 青年人发展的这个动力 或者是方向感的不足 会使得这个社会发展 遭遇到一些的质疑 就是我们的社会还在健康发展吗 我的未来怎么样 它其实是会对整个的社会发展的信心 带来一定的影响的 年年都有人形容 这一年是史上最难毕业季 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政府还有什么政策帮毕业生就业呢 今集新闻透视讲到这里 再见